好 我们看一下这题 他说这个方程师 他用真观矩阵时会解除他 求多少 求PQR 所以说这一怎么算 你可以这样算 我先把这边连利 先把SY利算出来 再带回去这边 去把PQR把它算出来行不行 好 怎么算 首先我就先把这边连利 这样行不行 S加4Y减7利等于3 S加3Y减3利等于2 3S加7Y加利等于6 好 我首先我去消几消X好不好 好 你看一下 我首先我把这两家把这两相减 对吧 变成Y减4利 1等于1 好 我再把这两相减 我把上面乘上3减下来 3S减3S没掉 9Y减7Y 2Y 这样行不行 不能说 我先刷7-10 那算出来之后呢 我再把谁 再把它带入这个列印算里面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说也就是把AK是用负十代 我用五代 你用一代 去把它带入谁 带入这个列印算 把这个列印算变成翻成是好不好 变成S加3Y-3例等于2 Y加P例等于Q 2Y等于R 一旦带进去之后 其实是你带进去 是你会发现到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 你把这个带进去第一个式子 有没有好带 -10加15 5-3一定等于2 所以说把它带第二个式子好不好 所以带第一个式子 没问题一定等于2 除非你算错 对吧 所以我要用五代 利用一代带进去 5加P等于Q 2等于R 像行不行 5加P等于Q 但是问题 写到这边 5加P等于Q 凭这个式子 我有办法去算出PQ吗 没办法 而且题目要求P加Q 所以说我挤到这边 是我们产生一个疑问 什么疑问 我没办法去透过这样一个式子 去把P和Q算出来 那怎么办 所以说基本上 像这种题目 基本上绝大多数 你只要这样解 就可以把它解出来 但是这一题 题目好像 你看一下 所以说我这时候 没办法用解翻程式的概念 所以说这一怎么做 这题 我们就知道 这样配合题目 想办法 把这个式子 透过真观举着 硬是把这个样子算出来 怎么算 你观察一下 这第一排是13-32 跟这刚好一样 所以说我这时候 把它写成真观举正 这样行不行 写的时候 我顺便把这两列 把它对掉 把13-32 洗到第一排 洗到第一列 14-73 3716 这样行不行 好开始来算 怎么算 麻烦一件事情 好不好 把这一排 乘上-1 加下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这一列 不动 1-3-3-3 2不动 OK 把乘上-1加下 行不行 -1加1 0 对吧 1 不思 1 这样 好不好 把这边乘上几 -3加下 变几 0-9加7-7-2 -3-9加1 10 0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好 那写到这边 我们再继续 来怎么做 想办法 变成是0 所以说怎么变 再把这排乘上2给加起来 所以说这一列 1-3-2不动 这边 0-1-4-1不动 所以说把这列乘上-2加起来 乘上2加起来 变2-8-2 2加2多少 0 对吧 -8加10 2 2 这样行不行 好 你去对照一下 这个四值 看题目这个 哎 好像一样 对吧 这边112 所以P就是起 -4 Q就是起 1 R就是起 2 所以说去对照一下之后 P是起 -4 Q是起 1 R是起 2 所以说这时候 P加Q加R 加起来就是 -1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能这里比较特殊啊 一般来讲都是用解翻程式的概念就可以算 好不好 这里比较特殊 麻烦到这边 把它看一下 我相信 -就是 这边帽子 的 帽子 我相信 事情是